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圣核赛国际机场金秋开始使用人脸识别通关 加拿大华裔社区踊跃筹款关爱青少年远离斗品 江亦华访问湾区谈台湾挑战与出路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8月7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圣核赛国际机场从6月下旬就开始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合作 尝试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使得旅客入关时可以省去人工检查护照的繁琐 加快入关程序 圣核赛国际机场从6月下旬就开始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合作 尝试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国际乘客入关时可以省去人工检查护照的繁琐 加快入关检查进程 具体来说 乘客出入境时将被拍摄面容照片 人脸识别技术会将照片与联邦政府签证记录上的照片进行比对 全城所需时间不到一秒钟 美国公民的照片可以保存14天 非美国公民会保留数十年 统计显示 采用这项技术的机场 入关旅客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13% 另外 在过去两年中 圣核赛国际机场是全美旅客增长最快的机场之一 共有16个国际与国内航空公司进驻 平均年旅客为1350万人次 我们的航空已经增长了 我们正在回应这些新航空 我们正在加上新门 预计这项人链识别技术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圣核赛国际机场的国际出入口全面投放使用 房后卫视刘海平 盛和赛报导 加拿大10月中旬开始将全面实施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为了向青少年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毒品 大文革华华益社区将携手卑诗第二协会举行慈善意脉 用于资助皇家骑警向卑诗省学童提供防止滥用毒品教育计划 在卑诗日长周末举行的大手牵小手 关爱少年健康成长慈善意脉活动 吸引多位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 学务委员 警方代表和社区人士出席 主办方介绍说 Dare 卑诗省青少年预防滥用毒品教育协会 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主要是协助皇家骑警向卑诗省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 提供防止滥用毒品的教育计划 自成立以来已教授了超过十万名卑诗省学童 加拿大在10月17号将正式实施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由于联邦和省政府在相关防止青少年滥用毒品政策的拨款调整 也让社区的参与和资助尤为重要 由温哥华志愿者支教中国的小团员们 带来的弦乐演奏和歌舞表演 也为慈善筹款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富皇卫视 武警 黄山 温哥华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前台湾行政院长江一华 在旧金山湾区发表主题演讲 以长风破浪会有时台湾的挑战与出路为题 分享他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内政和经济的看法 此次江一华以长风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访美 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台湾过去70年历史中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并谈到希望未来让两岸恢复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另外蔡政府上台后以所谓转型正义的口号 清算国民党党产 与国民党有关系的民间单位也被调查 甚至财产充公 那么民主政治如果要健全发展的话 其实是应该要在一个真正公平的基础上 让大家按照游戏规则来走 而不是用这种超越司法 而比较像是政治的手段来对付其他的政党 江一华在谈到台湾经济发展时 特别提到能源发展需要以核氧绿 民进党要废核 以天然气和风力发电代替 而实际上岛内现状根本无法做到 而最后可能会变成拼命的烧煤 那如果是用煤来发电的话 台湾的空气污染问题会变得很严重 对国民的健康有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在经济跟民生上面 目前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江一华9月即将到中正大学担任教授 而他当年在马政府任行政院长时 赶上太阳花运动 学生冲击占领立法院 他采取的严厉制裁措施 如今又被部分教职员和学生救世重提 发起联署抵制 江一华回应 为政府做事需要付出代价 但他无愧于心 我自己是非常坦然地面对这一切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我相信历史会重新来检视 当时这个轰动一时 然后造成全国动荡的群众运动 那也会慢慢地给予他一个应该有的 不管是政治或法律上面的定位 江一华表示 要警惕到内民粹主义的兴起 期待能拥有理性的政治环境 防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名及三名总经理辞职 立即生效 并就事件向公众道歉 港铁主席马什亨又指 自己曾两次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请辞 但都获得挽留 希望他能够完成港铁继任行政总裁的招聘 及领选工作 马什亨任港铁董事局主席的合约 将在今年年底结束 对于是否续约 马什亨就表示 要看行政总裁的招聘进度 而以往招聘行政总裁需要六至九个月 一切留待政府决定 台北市政府去年推出吉祥物 熊赞 可爱单某某样 创造出高人气 算是成功行销台北的例子 百年老店国民党也想效仿 近日发起吉祥物票选活动 入围的前十名包括台湾蓝雀 领羊 黑豹等造型已人化的吉祥物 但目前网络人气票选第一名的是 公鸡造型 穿着公鸡服装奔跑的人造型滑稽 引发热议 公鸡造型目前网络人气独占凹头 很可能真的会脱颖而出 在年底大选扛起为国民党宣传代言的重责大任 有国民党立委直言 想看党主席乌敦义穿攻击装 象征母鸡带小鸡重返执政 这项票选活动除了网络人气做指标 也会纳入实际投票 国民党会不会真的推出这只公鸡吉祥物 翻转老派形象 9月2号总决赛揭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错开 好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销市场 在星期二的走势状况 星期二美股开盘就成性上升高开 全天都是平稳向上 缩盘是三大指数 也是量力上升作手 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 再度接近历史新高纪录 那么知识大盘上升的两大行业类股 一个是能源类股 一个是科技类股 都分别有消息面出来 那么首先科技类股在五盘之后 特莱斯拉公司的行政总裁 马斯克表示 他将高价从持股人手中回购股票 所以将特莱斯拉撤牌 成为是四银公司 那收盘时股票应上升11% 是378块9毛钱 一股做说 但是他出的价是420美元 从投资人手中收回 这个消息他带领同一科技类股 呈现走高 而能源类股的消息面 则是石油价格持续出现走高 目前是担心伊朗禁运 将会对全球供应造成影响 公用类股以及民生型类股 都是在星期二相对来说表现弱势 但投资也高度关注是 接下来公司盈利消息 以及目前还是对市场 有一定困扰的多边贸易 多边关税 对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公司的盈利前景 会造成什么影响 不到目前为止 公司盈利还是相当的优异 标准PRO500指数 79%的公司的盈利 同比上升都超过20% 这将是1994年一季度以来 升幅最快的一次 当然后市如何还要看 不断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方面的影响 以及公司盈利前景的前瞻 对投资人今后的投资组合 才有一个方向性的影响 以上是星期二情 光丰和卫视旁者 永远报道 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资金指数 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绿地集团 日前宣布 在洛杉矶市中心开发的住宅项目 大都会二号楼正式向客人以及住户开放 利集团大都会住宅项目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商务区 占地6.3英亩 拥有三栋住宅楼 Indigo酒店和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间 其中占地面积6万平方英尺的空中花园 也是二号楼的配套设施之一 绿地集团美国洛杉矶地区总经理 吴超先生在活动中表示 大都会重新定义了洛杉矶市中心豪华生活的标准 而二号楼的推出再次提高了这个标准 大都会住宅的配套设施包括绿化 度假式休闲空间 小型游泳池 按摩浴池 休息室和宽敞的空中花园 以确保住户享受到物业所提供的周到服务 和宾置如归的体验 大都会二号楼由The Agency Development Group独家代理 包括有设计精美的单间公寓 一居室和两居室 最大面积达1431平方英尺 配套设施包括每天24小时的大堂和保安服务 舒适的休闲会所 空中花园 室外烧烤区 健身房 瑜伽室 设备齐全的更衣室 蒸汽浴室和淋浴 商务中心和工作空间 台球和游戏室 放映室 健康花园 儿童游乐区和带洗浴站的狗公园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世界名人俱乐部所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巡演杨青青石雕艺术展日前在洛杉矶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二十多件 由中国传统石雕艺术家杨晶晶所创作的石雕艺术品 现场除了有盛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何涛市市议员秦正国等政要到场祝贺以外 还有众多国内外石雕艺术爱好者近百人参加了开幕式 我希望把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元素 把它带到美国来做更好的推广 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 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然后也希望学习 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学习一些美国他们的艺术风格 然后更好地做双向的交流 此次展出的展品主要是杨晶晶在2007至2015年间创作的 都带有现代艺术的速塑手法以及技能 杨晶晶也学习了美国雕塑艺术家 Donald Clarence Jewel的雕塑 将几何的理解应用在极简的雕塑中 开辟了现代雕塑的新领域 我们盛开博谷有好多书画展 每一年都参加了几十场的书画展 可是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石雕的展览 那这个石雕的确是不同凡响 因为我看到它的很多的作品 它每一件都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石材 就给它一个创意 然后就按照这个石材的模像 那个样子去做创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块厚重的基石 杨晶晶所有的作品 都是经过长期耐心的观察和想象 结合精心雕刻而成 她的梦想就是用中国传统灵壁石 作为载体 结合西方美学的理解和元素 打造出别具一格的现代石雕艺术品 她也希望能让传统石雕艺术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进美国校园 传承给下一代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翰琴 洛杉矶报道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